这位出生于1996年的双玉泽女孩 赛前担任着麦瑞娱乐Mary组合的主唱 海草般的长发 温和丽与侧脸 安静的气质宛如海的女儿 她就是子宁 子宁是一个在导视评价中特别高的女孩 但是节目组却对她特别的不友好 她展现的实力总是没有在正片中播出 子宁真的是一个歌唱实力很OK的人 但是她第一次公演的首高音部分却直接被消除了 要不是因为别人贴了双A大家都不知道 第三次公演的仰望星空也是 还是把她的高音部分给消除了 虽然子宁鼻子大鼻子宽 但是很尖很挺啊 没有鼻梁那圆鼻头表示超级羡慕 有人get不到子宁的眼也是挺正常的 子宁不是大众美女的长相 也不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就比较好看的女生 但是仔细观察她 会发现她的五官放在一起都是刚刚好 真是越看越耐看 各花入各眼 每个人喜爱的长相也不同 而且在创造一名一中 表现也是让人出其不意 刚开始没有人会关注这个长相平凡的女生 可是越到后来 就会发现子宁的长相是真的很耐看 现在的娱乐圈 女明星的长相几乎都是高鼻梁小鼻头 而子宁却不一样 虽然鼻头很大 但颜值还是很能打 真的是超喜欢子宁这种冷淡又俏皮的眼睛